好了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考点 那么这个呢 是我说过啊 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内容 关于沈云抽样 沈云抽样呢 咱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我们呢 在第二篇里讲的这个内容 是性价比最高的 那为什么呢 初题相对在抽样里面考记有概念考得多 相对来说啊 这更多 而呢 在什么这个控测应用啊 卸测应用啊 这个相对就要少 难度呢 确实后面更高 那这块 所以呢 在这块咱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抽样这个概念和运用当中 我们来讲 重要程度四颗星 重要不是因为它难 而是初题分之高 那这块 哪一程度只有三颗星 因为它有一个基本概念 那提醒呢 单选多选 那么也可以和其他内容结合 考这个简答 当然要考简答就不能仅限于我们 这一篇了 什么控测应用啊 卸测应用 那里就多了起来了 但是呢 它依然少不了我们基本概念 那要求是理解掌握 更重要是理解它 而不是背它 抽样这个东西啊 你要不理解 你去背它一定会乱的 那这块要注意啊 那服役当中 首先使用抽样的特征 那样本代表性的营养因素 以及使用抽样的适用 这是我们的要求的重点 那这话 我们来做几个题目 那但课后还要加成练习啊 那首先呢 关于这些个单选题啊 说下列有关选取测试项目数法当中 问正确的选取测试项目 那就不是说纯抽样了 还可能有其他的 说由于啊 信息系统会自动执行这种计算 或其他程序 它本身呢 是具有重复性的 所以呢 运用审计抽样 更符合传媒效益原则 那对于这个 咱们要注意 像这种呢 很多时候新系统能自动执行的计算呢 或有重复性的这些 我们不用抽样 而是选取全部项目来测试 就更快 那这我曾经讲讲中给大家举过的例子啊 这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就当时呢 什么 筛选那个余额为负的 因为正常咱们说现金日账 你要筛选日账 那个余额不能为负 所以这个呢 咱们不能用抽样 我们干脆把全年历史就完了 因为这个更快 对吧 所以A 不正确 B呢 说从总体中选特定项目 景色是 并不属于水晶抽样 因此呢 筛选市也无需考虑 非抽样风险的影响 说这个不是水晶抽样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 非抽样风险的影响 那这个问题呢 咱们就要注意 这个其实很有干扰性 对吧 这个选项 但实际上呢 我们想一想 非抽样风险是和抽样无关的 选特定项目的确不属于审计抽样 而非抽样风险也和抽样无关的 那主要和什么 或者专业水平有关 那这一类的是要考虑的 对吧 就是你专业水平你考虑不考虑 而那个是什么 非抽样风险的范畴 所以这个不正确 一定要考虑非抽样风险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混杂着抽样风险的问题 对吧 跟那混在一起了 那C 说注意事实上 你实施的审计程序 会对运用审计抽样有重要影响 有没有啊 有 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打算做什么 了解内控 那这个时候是不用抽样的 那我们做穿行测试 不用抽样 对吧 所以这个C 这是正确的 对吧 那再比如说我们打算做 实际性分析程序 或者是我们了解呢 这个被诊弹机环境时 用分析程序 这也用不了抽样 对吧 所以你实际的程序 是对抽样有影响的 那 第一呢 说对于那 全面的 那这个项目做检查 那选特定项目 以审计抽样 这这种方法只能独立的使用 那这个就不正确了 我们可以结合着用的 对吧 有的是选全部项目 有的选特定项目 然后还有一部分 用抽样 这没问题的 所以不能是说只能独立使用 可以结合用的 所以正确的只有什么 C 那只有C是正确的 那注意啊 这个B选项是很有干扰性的 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B选项这块 那 下一个多选题 那 下列啊 有关神经抽样的 适用范围的说法当中 问正确的 那 A 做穿测试时 也可能运用神经抽样 那这个咱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 穿测试本身是不可能 做抽样的 为什么 我们只是了解 内控的情况 只是随即选那么一笔或几笔 它本身不满足抽样的要求 那并不满足抽样的要求 我们也不用它来推断 整个内控的指引情况的 对吧 注意啊 所以这是什么 错了 错了 B呢 在实施 实质性分析成续时 不易使用神经抽样 对不对 正确对吧 分析成续没法用抽样 C呢 对于那新技术一般控制 不需要使用神经抽样 一般控制的话 一般控制呢 我们一般都是什么 因为它首先呢 咱们主要是 什么人工的控制为主 而且针对变动的 加以控制 那就是我们的一般控制 所以呢 这话我们一般不用抽样 一般什么 全部像 加以测就够了 这么一个啊 然后再有 再实施谢测试 这还是可以使用神经抽样 获取神经党育 谢测能不能用抽样 没有问题的 可以用 谢测试这话 谢测试啊 那如果是说这个题改一下 说再实施实质性程序时 那就要慎重了 因为咱们说实质性程序时 就要看是谢测试 还是实质性分析程序 谢测试时可以用 也不是必须用 对吧 为什么 有人说那谢测试 不就必须可以用吗 那没说的 那可没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谢测试 就是针对什么 营外收入 做谢测试 一共没几笔 你做什么抽样 没必要对吧 再比如对石油资本 和股本 这些话 咱们那做谢测试 用不着抽样吗 用不着 所以说做谢测试 可以用 没说必须用 这么一个 然后说如果是实质性程序 那就要考虑是谢测试 还是实质性分析程序 所以咱们要注意这个表达 因此这个题 正确的BCD都正确 大家要注意变形 注意变形 下一个多选题 说夏里有关 审议抽样的 适用性的 说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误的 这话 说实质性程序 在所有的审讯程序中 程序中都可以使用的 所有审讯程序都能用吗 不正确对吧 这个不正确 那咱们说了 有些程序能用 有些程序不能用 那最典型的就是分析程序 这个用不上对吧 分析程序 所以不是所有都能用的 然后呢 在实施卸设时 最爱是可以使用审讯抽样 获取审讯证据 来验证财务报表金额的 一项和多项的认定 可以用吗 这个没问题 刚才刚练过 对吧 可以用的 C 对于未留下运行轨迹的控制 最爱是可以考虑 使用审讯抽样 实施控制测试 没有留下运行轨迹的 这个咱们用得着吗 用不上对吧 咱们说留下运行轨迹的 我们可以用抽样 没有留下的 我们一般考虑做什么 询问观察程序才可以 对吧 抽样大概 不行 另一呢 说审讯抽样 可以与其他的选取测试项目的方法 结合进行 可不可以 这可以的对吧 咱们前面练过啊 所以咱们这题和前面 其实有异曲同工之量 但表述不一样 所以这点要注意 有的时候啊 并不是说这个内容不会 而说这个内论 换一种表述 可能会使得我懵了 那所以咱们也要注意这种呢 相同内容的不同表述方法 所以错误的 A和C A和C啊 下一个多选 下列于 这些审讯抽样规范有关表达中 问不正确的 问不正确的啊 这块 A 所以抽样单元 是指诸会师 从中选取样本 并期望据此得出结论的整个数据结合 抽样单元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整个数据结合 对吧 总体是这么一个数据结合 对吧 抽样单元能是数据结合吗 不是的 是我们什么 一个一个的 那以什么为单位进行抽取的 而不是整个数据结合 整个数据结合是吧 我们的一个总体 A就不正确了 对吧 B呢 如果啊 亚本的选取无偏向性的 那一般来说这个亚本 通常就有代表性 那关于亚本的代表性 这咱们要重点来注意到 那亚本选取当中 如果本身是无偏的去选的 亚本就具有代表性 这有一番的观点 正确 无偏向的选的 我们认为就有代表性了 那 C 是在确定样本代表性时 要考虑整个样本 选取样本 和样本规模等样因素 那是样本代表性的 影响因素 对吧 整个样本 选取样本 和样本规模 样本规模是影响的吗 不是的 对吧 样本规模不是影响 这个要注意 那样本规模不是样本代表性的样因素 那这话 咱们是选样 这是一个样影响代表性的这个问题 那这要注意啊 样本代表性的问题 这是咱们要重点掌握的 第一呢 说样本啊 就代表性 意味着 被样本测试结果 推断了错报 一定和作用中错报 类似或完全相同 咱们要求啊 不要求是完全相同的 听吧 就是有这种代表性 类似就够了 完全相同 这个没必要 这是没必要的 所以呢 说不正确的 ACD ACD 这话 注意啊 样本规模 与样本代表性不相关 这也要注意啊 就样本代表性相关的不相关的 都有哪些因素 必须掌握 下一个单选题 说下一个有关审讯抽象说法当中 问正确的了 就问正确的了啊 说助爱师针对余额较大 风险较高应用账款 那么做了寒证 占了期盟余额60% 由于未发行错报 因此合理推断 其余40%用账款余额 不存在错报 那注意 我们这是选特定项目 对吧 选特定项目 能不能推断那40% 没办法推断 对吧 因为不是抽样 只有抽样才能推断 那选特定项目 没办法推断 所以A 不正确 对吧 因为余额大的风险高的 这是它的特征 选出来了 但是不代表 那一百分之40% 没有错报 对吧 并呢 说要審计抽样时 助爱师可以考虑 仅挑选 具备某一特征的项目 进行测试 对不对 那会有不具备 这个特征的项目 就没有被选中机会 那这样的话 它不叫抽样 还选特定项目 对吧 还选特定项目 那不是审计抽样 那 C 说助爱师选取GP交易 追查其在被计单位中 快系统的运行轨迹 来获取对内部控制 总体了解 所以为评价 这个交易政策中 仍属于审计抽样 那这个咱们是什么 做穿行测试 对吧 做穿行测试 并不是审计抽样 好了 那只有第一证据了 第一说什么 代表性与整个样本 而非样本中的 单个项目相关 与样本规模无关 而与如何选项有关 那这话是对的 对吧 首先是整个样本 而不合单个项目 对吧 然后与样本规模是无关的 但是和选项是相关的 那正确啊 这个 但句话先帮大家掌握 最正确的只有D选项 那D选项啊 这块 然后下一个多选题 说下里关属性抽样 和变量抽样表达当中 问正确的 A属性抽样和变量抽样 都是统计抽样方法 咱们来强调啊 咱们抽样大力推行的是 统计抽样 那么属性抽样 变量抽样是最典型的 没有问题 B呢 说属性抽样得出结论 和总体经有关 属性是个定性的问题 那这个咱们主要 属性定性 变量是定量 所以就好理解了 对吧 而属性抽样得出结论 和总体的经有关吗 不是的 是和总体实验的 发生率有关的 对吧 定性的问题 所以B错了 C呢 说变量抽样是一种 那用来对总体的 某一实验发生率 去得出结论的 同性抽样方法 那刚才咱刚分析完 属性定性 变量是定量 对吧 它不是针对发生率 得结论 它对什么 对金额 对吧 所以这也错了 对呢 说变量抽样中的货币代表 这个预用的是属性抽样原理 但得出的是以金额表示结论 那变量上最后一定是以金额 得结论 即使用了属性抽样原理 用了那原理 它依然得出金额的结论 所以这个正确啊 没有任何问题 最正确的是A和D A和D啊 这个内容 那注意B和C 注意属性变量 那大家是不是更好分了 属性定性 变量定量 对吧 好了 然后下一个 审计抽样的分类和风险 这块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非常非常重要 它重要的难度不高 对吧 星级都给了四星了 难度呢 都是三星 那而这个内容 一般来说呢 就是单选多选 单选和多选居多 那需要大家呢 一个对比掌握 区分相关概念 这话 这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这里提到了有些 特殊的 比如说风险的问题 这一定要重中之中掌握 但凡咱们审计中 扯上风险二字的 都是要重点掌握的 那服役要求就是对比掌握 区分相关的概念 对吧 那其中要注意 统一扯上非统一桌压 扯上风险 非扯上风险 这类的 对吧 那么代表设到风险 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这话 然后呢 还要注意 影响审计效率和效果的 这个要注意的 那咱们的风险 那物受物拒 信赖不足 信赖过度 对吧 那这类的 哪里影响效率 哪里影响效果 这个还是要注意 来我们看一下 说下列有关 扯上风险设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的啊 说除非证验师 对综合中 所有项目都实际检查 否则 总是存在扯上风险的 就你要用证计数量 就一定存在扯上风险 对不对 正确 正确啊 这块 所以A 没有问题 B呢 说在使用统计抽样时 注意事 可以准确的计量 和控制 抽样风险 统计抽样最大好是什么 精确的计算计量 以及控制抽样风险 正确 那A B正确 人又是多选 问错误的 肯定C D错了 我们看一下 C 说细节色中的抽样风险 包括信赖过渡 和信赖过渡 错了 对吧 那叫什么 物受物拒 物受物拒 或者说你说 控制色中的抽样风险 包括信赖过渡 信赖过渡 总之呢 把这俩 放在一起是不对的 那不要弄混淆了 这个错了 定义呢 说加强对審计工作的 适当的指导监督复合 以仔细的设计 審计程序 同样可以降低 抽样风险 能降低吗 不能 这类的针对是非常风险 是专于技术的问题 不是数 那不是这个 数理统计的问题 对吧 不是数理统计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D 是什么 它针对非常风险的 错了 那 所以错误的 C和D C和D 这句话 然后下一个单选题 那 说助爱师啊 在对被審计单位 财务报告 審计中 你对资产类 诈付余额 做審计出样 获得什么事项证据 下一个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A 助爱师要根据具体情况 必须直接判断 确定使用统计出样 或费審计出样方法 来最有效的 获取審计程序 B呢 说審计出样 适用于控制测试 和实际性程序中的 所有審计程序 C 统计出样 和非统计上方法 选用 那在于对亚本 实际的審计程序 就根据我们亚本 做的審计程序 决定了我是统计出样 还是非统计程序 D呢 说助爱师采用了 不是大的審计程序 可能导致 抽样风险 哪个正确啊 哪一个 只有A是正确的 对吧 B肯定不对 抽样 对于控制测试 实际性程序 不过所有程序都适用的 有的不适用 对吧 有的并不适用 对吧 C呢 说统一抽样 非统一抽样 这个不在于我们 对亚本实际什么样的程序 对吧 并不在于我们 怎么去做这个 审计程序的问题 D不用说 它是什么 非抽样风险 那么区分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 最正确的 只有A选项 然后下一个 下列有关抽样风险 说法当中 问错误的 这位看好 这个问错误的了 A 在使用非统一抽样时 这时可以对抽样风险 做定性的评价和控制 非统一抽样 非统一抽样 我们也一样要考虑抽样风险的 但是没办法量化 对吧 统一抽样是可以量化的 非统一抽样没法量化 然后人说 可以对川普风险 做定性的评价控制 定性是可以的 定量不行 所以这个 这句话注意 它是正确的 高尚性很强 但它是正确的 B呢 这助案是在审计中 遇用水抽样 可能会同时产生 抽样风险和非统一抽样风险 首先我们审计中 不可避免的会有非统一抽样风险 因为但凡是审计 它一定有风险 对吧 而呢 是一道砖上的问题 对吧 非统一抽样风险 这一定会有的 但如果用了审计抽样的话 还会有什么 抽样风险存在 所以这两个都能存在 对吧 所以可能同时产生 对不对 正确啊 正确 C 说统计抽样将导致抽样风险 非统计抽样将导致非抽样风险 错了 注意 只要用抽样 它都导致的是抽样风险 不管是统计抽样 还是非统计抽样 但是呢 与抽样无关的专业上技能的问题 那叫非抽样风险 要抽样以外的风险 所以这个C 是什么 错了 第一呢 说无论是控制测试 还是写测试 拽石都可以通过 快样本规模来降低抽样风险 因为抽样风险是个什么 数量的问题 我们呢 把数量增大了 就可以降低 所以这个 正确 对吧 所以错误到C选项 那选项 这块 要注意这种区分啊 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 这个问题 是非常干扰我们的 然后下一个单选题 限量有关 非抽样风险 这个咱们那读题一定要注意啊 考核当中要养这个习惯 抽样风险 非抽样风险 这个字一点不能错啊 这个东西容易 那时候我一下马虎过去 对吧 你看着哎这是非抽样风险 脑里想是抽样风险 那就完了 今天看出来啊 非抽样风险 问正确的啊 关于非抽样说法当中 哎 利用统一抽样原理 对非抽样风险也可以量化 也可以做定性判断 那注意非抽样风险是不可能量化的 啊这个 它是和抽样无关的 所以没法利用什么统一抽样原理 用不上 第一呢 由于非统一抽样 不能运用概率论原理进行设计 所以主要会导致非抽样风险 那又是哪干扰我们 非统一抽样和非抽样风险没啥关系 对吧 它俩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统计抽样非统一抽样都是抽样 只要是抽样 它对应的都是抽样风险 而不是非抽样风险 注意这个对应关系啊 C在审计中非抽样风险一定存在 但抽样风险不一定存在 那这个我讲课时强调过 这句话是正确的 因为在审计当中 你不运用审计抽样 就没有抽样风险 但是呢 非抽样一定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专业判断的问题 专业能力问题 你又抽样 那有抽样风险 但同时也存在非抽样风险 所以这个注意 正确啊 正确 第一呢 非抽样风险没有办法降低或防范 这不对 专业的水平咱们可以提升 对吧 可以加强指导监督复核 它依然有办法去降低 只是不能像抽样风险那样 进行那去量化的考虑 那这么一个啊 所以正确的只有C选项 只有C选项啊 这话 不管又不用审计抽样 非抽样风险一定存在 注意这句话啊 就咱们解析这句话 无论是否运用审计抽样 非抽样风险一定存在 这句话是正确的 下一个多问题 暂时审计抽样时 注意时的下例行为 可能导致非抽样风险 那这类的 好了 咱们一律看 是不是专业上的问题了 在测试收入的完整性认定时 将准备收入明细帐 既定为总体 那你就方向错了 对吧 你从账上去查 有没有漏计的收入 有什么可查的 查不了对吧 所以这个什么 非抽样风险 B呢 在测试现金支付 授权控制要性时 将签字人 未得到适当授权情况 建议为是正常的 那这个是什么 你看到错误 你也不能够辨别到 还是什么 还你专业水平有问题啊 还是非抽样风险 C 依赖应用账款韩正 来揭露未入账的应用账款 那么咱们说啊 对于韩正这个东西 去揭露未入账的 这个一般能力是比较差的 对吧 你整个方向错了 那整个审计方向错了 还是专业问题 非抽样风险 第一呢 凑误解读了审讯程序 这不用说了 这就专业水平的问题 所以ABCD 都可能导致非抽样风险 ABCD啊 这话 那注意啊 你看 咱们这个解析 那解析这话 他解释了一下 解释了一下 那他包括原来的 比如选择 不是个特定目标审讯程序啊 不能恰当 那平常审讯发生的情况啊 等等 对于我们这个词的选项 所以这个解析也要好看一下 那 下一个答应题 说下列有关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 说到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的 A 在使用 审计抽样时 审计风险 既受到抽样风险影响 又受到非抽样风险影响 是不是 这两个都一会影响审计风险 对吧 注意啊 他的前提说的非常完整啊 说使用了审计抽样 对吧 你要没有 审计抽样 他就不会受到抽样风险影响 但一定受到非抽样风险影响 你要用的话呢 这俩都会影响 都会影响 B呢 说影响审计效果的抽样风险 包括控制测试中的信赖过渡 切测试中的物受 对不对 是不是这俩影响效果呀 那么控制下如果过渡信赖的话 我们认为内控没有问题 后面就少做实行程序的 切测内控是有问题的 内控有问题 后面要多做实行程序 结果你少多了 是不是影响审计效果 切测试的物受 他本来是错了 你误以为他是正确的 接受了 错误的接受了 那实际上影响了 审计效果 所以这个表述也是正确的 注意啊 人问错误的 AB都正确 C 说抽样风险是由抽样引起的 与亚本规模和抽样方法相关 抽样风险跟亚本规模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跟抽样方法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也是有的 对吧 正确 第一呢 相较于影响审计效果的抽样风险 最爱是应更关注 那影响审计效率的 对不对 说反了 我们更关注影响审计效果的 而不是影响审计效率 那当然这题咱们也要注意 换一种说法 说朱凯世应该更多的关注 那这个 比如说他问 说朱凯世在审计效率当中 应该更多关注什么呢 这个物兽风险和现在过渡风险 对不对 这也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叫影响审计效果的 所以他可能换个说法 第一种直接问你 影响审计效果的 我们更多关注 对吧 第二种说 哪影响效果的 刚才那两个直接给你列举上来 直接列举上来啊 这块 那么这个 说反了 我们更关注影响审计效果的 所以这个错了 最凑的 递选项 下一个单选题 下一个关系 车上风险和非车上风险 说法当中 问正确的 误具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 影响审计效果 对不对 那咱们说了 这是效率的问题 所以 A 不正确 B呢 说未能适当的定义误差 导致的是抽样风险 未能适当定义误差 是非抽样风险 对吧 你拽上的问题 不是人树立统计上的问题 所以不抽样风险 C 如果对总统中所有项目都实际检查了 此时的审计风险 完全是抽样风险的引起 产生 不对 如果所有项目当中都检查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抽样风险了 但依然有审计风险 是什么 你专业水平可从达不到的 对吧 你100%检查依然有错误发生不了 是专业水平的问题 跟数量无关 那就有第一证据了 无论控测事还是写事 非抽样风险总会存在着的 只要咱们做审计 非抽样风险总会存在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这话 所以问正确的只有第一选项 那这话 那这是咱们来讲关于抽样的这个问题 抽样的基本概念 分类 穿风险 对吧 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我说了 这属于下比最高的 内容不多 但是考试分值占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重点复习啊 这话 至于说 咱们说 后面控测价用抽样 卸赛用抽样 这个东西呢 它的占比 那相对低 它有难度 但占比不高 那 所以咱们复习当中是抓重点来复习 好吧 这样一个 好了 然后咱们说呀 使你工作底稿啊 底稿这块啊 在我们这一篇里的内容 相对比较基础 相对比较基础这块啊 那首先呢 关于这个工作调概述这个内容 那这个照程度只有两颗星 哪一程度也只有两颗星 那非常的低 那当然考试中可以考啊 对于白送分的这种东西 那提醒肯定就单选多选 要求就是记它 记忆掌握 也没什么时候可理解不可理解的东西 就这么点要求 记住它 它不像后面的东西啊 后面什么识别特征啊 什么规档啊 这类的还有一定难度 这个没什么难度 就记忆掌握就完了 那复习当中呢 注意啊 一个底稿编制的目的 那这个服务要注意一下 一个地道中 所不包含的内容 那这两个啊 是咱们要服务系特别要求的 此外呢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纸质电子地道的转换的问题 那这个呢 稍微有一点点 那可考性 那有些同学呢 可能不是很熟的这个东西 那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呢 我们也大力在推行 那这种的电子化 整个档案电子化 所以呢 这个纸质底稿 这个转成电子底稿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那就这个实物中啊 说要求往这方面去转 所以考试当中可考 这个让我们注意一下啊 那咱们看一下相关题目啊 这话 首先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啊 有关审计工作地道说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误的啊 诸盖师啊 可以将被审计单位的文件记录 他的摘要 或复印件 作为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把这部分拿过来 作为底稿一部分行不行 没有问题的 我们工作当中啊 避免不了大量的 需要复印企业的相关资料 那因为呢 作为什么呢 对这个相应的 包括合同啊 包括呢有一些决议啊 这些东西 你拿过来 作为我们的审计的一个 作为底稿一部分 就是作为我们获得证据一部分 所以把人拿过来 作为底稿一部分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因为这代表了我们获得的证据 那 B呢 说审计业务约定书 不应当作为审计工作底稿 这个要放在我们的规档档案当中 作为底稿一部分 这个要注意啊 不会说这个不作为底稿的 那所以B 错了 C呢 所以说审计工作底稿中 不包括已经被取代的 审计工作底稿的草稿 被取代的一个草稿 这个东西不要在其中了 你说这玩意没用的东西放里干嘛 它证明不了东西啊 对吧 被取代了就没用了 对吧 所以这句话正确啊 第呢 说管理介义书属于审计工作底稿内容 那这个注意啊 我们呢 承计完审计工作之后 有可能 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 出一个管理介义书 这个如果出的话 属于底稿的相关内容 要放在其中啊 这块 没有问题的 正确 所以错误的 B选项 就这没有太大难度啊 B选项 是吧 下一个 下列有关审计工作底稿 相关事法当中 稳正确的 稳正确的啊 A 审计工作底稿 可以是纸质的 可以是电子形式的 或其他介质形式的 但不能同时 以其中性的存在 要么你纸质的 要么电子或其他介质 不能同时存在 不对 可以同时存在啊 纸质的电子 可以同时存在的 B呢 对于纸质形式的 或电子或其他介质 形式的比较 要一并进行归档 这个没有问题 注意啊 纸质电子形式的 这个底稿 他们归档的要求 注意啊 具体往哪归档 这是有差异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就是因为纸质底稿呢 我们一般呢 整个归档之后 放到档案馆里 对吧 电子形式呢 我们有呢 什么 电子存储的这种空间 有这个要求 当然也要报备啊 一样的 电子档案馆 但是呢 归档时是要一起去归档的 一起去归档啊 这话 不是我纸质这么归档 电子形不归档 不行的 要一起归档 那纸质归档的 这个 直接的接触对象 不一样 一个往哪里管 一个是电子档案馆 这块 这不一样在这儿 但是其实是都要归档的 一起归档 而且是 这听大家啊 不存在说电子形式的 我可以等多长时间再去归档 甚至不归档 只知道按照咱们这个归档期限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C 那对于电子形式和其他界线形式的 这些工作的第一杠 要转为只知道 这个没说必须的 对吧 应当就必须 这个没必要 那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 是视频形式的 这把你怎么给我转成纸质的 视频它就是视频 对吧 对呢 对于电子和其他界线形式的归档 通过打印方式 转为纸质地奥后 就无需再单独保存了 那如果能打印 转为纸质的话 也需要继续保存 我电子形式的归档 对吧 不说啊 我这转为纸质的 打印完了之后 又不用再保存 这不对啊 那这是不对的 所以C和D都不正确 都不正确啊 这话 最正确的只有什么 B选项 就这个B这话 要注意的 下一个 下的关系视频工作提告中 那说法当中正确的 还是单选题啊 明显咱们这个单选题多了起来 那因为这些也太难度 实在有限 对吧 所以单选题居多啊 A 说审计工资料 可以指质的电子形式 和其他介质形式存在 这个没有问题啊 刚才刚练过的 B呢 如果电子 其他介质形式存在 第一个啊 通过打印的方式 转为指质的 归档是只需保存 指质形式啊 就可以了 那和刚才 张一代说法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错的 对吧 如果说转为指质的 电子形式就不要了 说归档 指质的 那指质的都不对啊 都不对 指质电子形式都要保存 都要保存 都要归档 对吧 那同样啊 注意 咱们即使指质的 转为电子形式的 因为咱们前是电子 转为指质的 如果指质转为电子形式的 指质的也一样要保存 C呢 做审计工作调中 无需记录 初步业务活动获取的信息 初步业务活动获取的信息 要不要记录 如果对我们审计工作 是有用的 就要记录 那初步业务活动是什么 咱们去了解 被准单位 对吧 初步去了解 接触 说决定要不要承接 那如果后面我们承接了 那要记录下来 对吧 其实我们不承接 一样记录下来 一样记录下来 形成一个 那当然这就不叫 审计工作底稿的这个东西 但其实也是我们那个范畴 那不承接和承接线 都要记录 所以这个 是否正确 那这个当然不正确 你呢 说寄送给客户的审计报告 也属于审计工作底稿 这就不是了 对吧 这个不是啊 注意我们正常 你留一份报告 在地奥当中 对吧 但你这个明显是告 寄送给客户的审计报告 你寄给客户了 那是我们交付的产品 这肯定不会工作底稿 所以这个注意啊 寄送给客户 那是我们交付产品 我们的确要出这个报告当中 留一份放在地奥当中 那是要放地奥当中的 但是这说的是寄送的 给客户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正确只有A选项 就A选项啊 这块 一定要分清楚啊 这块 下一个单选题 在将审计工作底稿归档时 下来个上当中 最爱是通常认为 那可不作为最终审计工作底稿保存的 注意啊 表面上考的是归档 但不是归档问题 他说的是工作底稿的内容 可不作为最终的工作底稿保存的 A 应用战款韩正回击结尾汇通表 B 存货的盘点记录料 被审计单位的盘点记录 C 说计算加总有误的应付战款的明细表 D 用于记录审计工作完成情况的审计程序的核对表 哪个不作为最终的审计工作底稿保存呢 哪一个 C选项对吧 计算将有误的 那么这是错误的东西 对吧 错误东西 那最后我们要改证据的 那错误东西没必要留着 没必要留着啊 这话 所以正常的韩正回击表 对吧 盘点记录表 被审单位的盘记录 我们拿过来要抵稿 没问题的 对吧 记录审计工作完成情况的审计程序核对表 也没问题 就这个C 加总错误的这类的 那这类是什么 没必要作为最终的底稿 你要换成一个什么 正确的 对吧 所以答案C选项 那印刷错误啊 加总错误啊 这类的被取代的草稿都一样 那 下一个 那在编程审计工作底稿时 下列那个样当中 注意事通常认为 不必形成最终审计工作底稿的事 也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啊 A 说助爱师与被取代的管理层对重要事项做讨论的结果 B 助爱师记录的 有关存货 键盘程序或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备忘录 C 说助爱师记录的 与被人单位本年各月收入 那和上一年同期的 那这个税序做比较情况 第一 助爱师取得的 所以一样错误或其他错误的 而作废的文本 哪个不会在其中啊 ABC都正常放进其中 对吧 什么重大事项讨论的结果啊 发现问题备忘录啊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做的那种分析程序的这个情况啊 只有这个 有一条错误加错误作废的文本 这个没必要 对吧 这个没必要 所以答案必选项 所以你看这还是这个题目 对吧 还是这个点 应用而已 应用一下而已啊 好了 那说完这个呢 咱说一下工作底稿的要素 这个呢 科学性强一些了 所以这要程度三个星 难以程度三个星 对吧 那么考题中 单选多选和简答 多了一个简答 一般呢 考底稿 我们这个点 和下面 就咱们最后归档那块 内容是结合的 一般可以考什么 简答 可以简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前一个不好 前一个就基本概念 而底稿的要素 加上归档的问题 不 它可以和其他章语结合的 和我们具体的审讯程序结合 对吧 这么一个 而且 那比如说咱们归档 还可以和气候事项 二三十段气候事项结合 你想一想 那这样的话 这种结合度上来的难度就上了 所以考试当中就这类的爱考简答 所以要求就是理解掌握了 你理解 理解到什么程度 能和其他章语结合 能和我们具体审讯程序结合 那在我们这里面考虑的 一个关于识别特征 一个重大事项 这是最重要的来注意的 当然呢 这个底稿的基本要素 咱们也得知道啊 就是作为那审讯工的底稿 它的结构 一个要素 要求 这个咱们也得知道一下 那但这类的就是相对重要程度 低一些因纯备的东西 所以不提示大家 但是要大家注意 明白 我们看一下吧 单选题 说在确定审讯工作底稿的 格式要素范围时 主要是不需要考虑因素 那么考虑因素啊 是咱们这些年审讯考中 特别爱考虑一些东西 那考虑因素 明白 那这类的也会考虑吧 那说确定这格式要素 范围不需要考虑什么呢 A 审讯工作底稿的归档期限 B呢 你实施到审讯程序的性质 C 以获取到审讯证据的重要程度 D 识别重要错误风险 哪个是不需要考虑的 哪个不需要考虑的 归档期限 对吧 什么时候归档和我的格式要素 范围有关联吗 没关联 对吧 说比如说审讯报告之后 六十天之内要归档 那和你审讯报告 审讯这个底稿的格式有什么关系 审讯底稿的这个要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那就归档时间要求 所以这个不需要考虑 但做的程序的性质是要考虑的 对吧 或者证据重要程度是要考虑的 风险是要考虑的 对吧 这都会影响我们的格式要素块的 所以答案A选项 那这个其实容易判断 下一个 多选题 说助爱师啊 按照审讯计划的规定 对应收账款实施的审讯程序号 需要形成相应的审讯工作地卡 那么下一个上当中 属于确定审讯工作地卡的格式 要素范围是应当考虑的 应当考虑的 如果根据已经实时的 评论检查程序 和获取的相关审讯证据 不亦得结论 则必须在工作地卡中 恰当记录得出的各种可能结论 这个和我们确定底稿的格式要素有没有关系 B 如果已经识别出的 应用战友项目 出来重大错误风险 则工作底稿 对相关内容 那要求记录更加响起 风险是影响的 对吧 这个肯定是影响的 要素啊 格式这个风险 C呢 是使用计算机辅助水平技术 对应战款战领做纯计算石 可针对总体做测试 并记录于工作地卡 那这个是不是影响我们地卡这个记录 对吧 记录特别对负案委的问题 这块有影响 有影响 B呢 这如果根据以示的寒证程序和获得寒那寒证回寒 不能得结论 则必在地卡中恰当的记录不能得出结论的原因 那注意啊 A和D你说这个跟我们地卡的格式要素有没有关系 范围 有没有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是吧 没什么关系啊 这块 A和D这个东西 注意 A和D这个 取决我们这次确定是否认为有必要记录 那有必要记录 对吧 B C呢 是有影响的 对吧 那我要考虑因素是什么 就是B和C 那这个就比较偏了一点啊 所以咱们复习中对那个影响 那地卡的格式啊 要素啊 范围这个东西 还要看一看 那还要看 因为这个不备是没有办法的 对吧 然后下一个 那对问题 就根据啊 审计准则的规定 在记录时的审计程度的性质时间安排范围时 要记录测试的特定项目和实际上的识别特征 那记录识别特征时下列做法正确的用 那做法正确 A对于询问程序将询问时间作为识别特征 这个对不对 不全呢 对吧 那么你要询问的对象姓名职位都要考虑 对吧 你光一个时间这不够的 那么这个对象对谁 他姓名职位都要考虑 对吧 所以一上来只考虑时间这是不行 不够 对吧 并呢 对于用哪这个系统抽样 那做的这个 审计程序对吧 用哪系统抽样 要将抽样起点作为实际特征 只有一个起点 咱们所谓秀抽样是有规律的对吧 哎 一般要什么 要起点 肯定要起点 是不是有间隔呀 抽样间隔是不是有啊 你光有个起点你不知道间隔多少是不是也没意义啊 对不对 所以呢你说以抽样起点作为特征 行不行 不够对吧 没法让人保证别人跟你是抽的一样的 啊 这也不对 那这题问正确的多选 AB又不正确就一定是CD正确了 C 是对于被行单位编制的订购单 做测试 将订购单的日期和编号作为实际特征 日期加编号 这是正确的 日期加编号 第一呢 说对于需要选取的既定总体内的一定金额以上的所有项目 订购是以金额为实际特征 那这样保证什么 金额范围对吧 这是合理的 那所以 AB注意 多物有问题对吧 询问时间加倍询问名称职位 那抽样呢 样本来源起点加建构 那我刚才还少说个来源对吧 光起点加建构还不行 还有一个来源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不完整就不行 识别它一定要保证 能保证唯一性 有时候你就要多加几个条件才能保证唯一 光一个条件不行 光一个条件不行 下一个单选题 下里有关具体的项目或设想的识别特征表达 问错误的 问错的 识别特征因为审计程序的性质和测试的项目或设想不同而不同 识别特征那肯定什么 因人而依 因事而依 所以这个正确 所以呢 说对于被水平单位生成的订购单做卸测试 可以将供货商作为主要识别特征 供货商作为主要识别特征 能不能保证唯一 订货商作为主要识 biz 새 识众货商 em 用信用风险等级 对设备特征 信用风险等级 那这个对不对 这个恰等对吧 那你使用哪个信用风险等级的 来考虑那基金是否充分 恰等 所以错误的必选项 选项一般是定用单级7 加为1编号 对定用单级特征 而不是干共和商 下一个多选 所以错误的事项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某一事项是否属于重大事项 那下列各事项当中 通常认为属于重大事项都有 对于涉及到 被能够关系层零价控制上的风险评估 以及应对 那这也涉及到什么 5B的问题 关系层零价控制上 这5B属于一个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它就是什么 重大事项没有问题 B呢 是在对应收账款做审计时 通过控制测试了解到控制运行无效 你将计划的综合性方案改变实行方案 那对审计的过程一个重大的修改 对吧 审计划重大修改 那么这个是重大事项 因为我们将综合方案改变实行方案 是一个重大修改 引起重大修改 C 所以导致来出去否定一下 那但凡非无保的硬件事项 都是重大事项 第一呢 说背景难为拒绝挑出事项 而事项影响了例如的盈亏互赚 那么引起什么 引起重大挫暴的问题 对吧 那这肯定属于重大事项了 重大事项 所以答案ABCD ABCD 那需要注意一下 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问题 提醒大家 这个指的是咱们一个识别特色 一个重大事项的问题 对吧 你不要把这个事项 和我们后面的关键事项 混合到一起 这要注意啊 说有些事项属于关键事项 未必属于我们这里的重大事项 那这也不能混淆啊 这话 这也不能混淆 特别风险的 对吧 那么对于呢 这个修改应测试的 那这类的 那包括呢 我们出于那非我许意见的 那这类的都属于重大事项 在审议报 在我们迪稿当中的 但是呢 关键事项可未必是 关键事项未必是啊 这个要注意 好了 那这是我们来讲的 关于我们第二篇的内容 那整体来说啊 我们第二篇 其实他这个点 比较集中 点比较集中 但是呢 第二篇有一些内容 难度上来了 对吧 那比如说咱们关于呢 整个涉及到 审议证据的 重新事项性的问题 然后这个 考性极强对吧 那么再有抽样的问题 抽样呢 它的基本概念 对吧 基本的抽样风险这类的 这类考性是极强的 对吧 我说了性价比极高 就内容不多 相对来说 考点也比较集中 但分值比例高 那分值比例高 所以这话也希望大家的注意 那这样一个啊 好了 那这是咱们整个的 第二篇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准备进入 我的第三篇了 第三篇我提醒大家 那因为呢 对于第三篇开始呢 咱们整体来说啊 开始进入了新的一个层次了 对吧 因为开始到计划审计工作了 计划审计工作 那么该考虑什么 简答题 主题都出现 而且 重要程度上来了 什么周耀信也出来了 对吧 对他人工作的考虑也出来了 所以下一篇这个内容 是要大家特别重视的啊 这块 前两篇呢 是逐渐逐渐一个热身 那么热身开始了 咱们开始进入我们的难关了 对吧 开始闯关了就是 前面是热身差不多了 后面开始闯关 第三篇将我们面临的第一关 重要程度很高啊 我们稍微秀一下 然后准备进入下一篇的七体演练 再次闯关了一篇的七体演练